水里香美12年所举办的 齐安建教一系列活动 日前在水里香永峰宫 举办树立登高的活动 为这次建教活动揭开序幕 肖志全总理也表示 活动一切从树立登高开始 水里香12年一次的 齐安建教 今天在永峰宫的 庙前面 正式来树立的 顶骨 我们才站顶骨站 就是这个祖旧的 节目后边 节目一直开始 先到顶骨彩虎 同时 在顶骨的树框放下 五国志到顶 跟我们顶骨 希望我们境内 所有的佩生 大家可以 五国风修 几几树都可以出顶 这个意义是意义 大总理县议员肖志全也指出 后续有许多的活动 包含放水灯以及烟火秀等等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我们境内的乡亲 在我们十二月十六 凌晨 也在正式来吃素食 在我们十二月十九 那些坡 在我们的清水公園 要来放水灯 到时 场面的相当的浩大 当时在造成我们十二月 十二日天 晚上八点半 我们在水灯的清水公園 同样有一个高空的烟火秀 欢迎大家 用力出色来参加 在直视人员数起登高后 也代表着水里乡 齐安清教的活动 即将开始 大总理 新议员肖之犬 呼吁民众多多配合 并欢迎民众 来到水里乡参与系列活动 记者 邱平亦水里采访报道